避免 殿下说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别人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笑话的 可我就是喜欢吃这个呀 好香啊 特别香 拜见王军 本王可早就闻到了 小酒乃香也治 喜欢一些粗粮 让王军笑话了 怎么会笑话 不知本王有没有这个口福 能尝到小酒 亲自烤的地瓜呀 王军也爱吃烤地瓜 那当然了 当然好呀 好吃 王军喜欢便好 香甜软糯 极为可口 来 来 坐 本王这后宫的女人 都喜欢吃山珍海味 下去吧 这吃烤地瓜的呀 你还真是头一个 小酒也是吃过一个人 特意为我烤的地瓜 从此以后便爱上了 地瓜的味道 哦 那是小酒平生吃过的 最好吃的地瓜 是吗 是吗 哦 那这个人可真不一般呢 光凭着烤地瓜的手艺 就能让小酒 心里都这么惦记着 其实回忆在脑子里 是会骗人的 时间过得久了呢 想来想去 才发现原来两个人的回忆 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我一个人把这么一点点东西 当作是宝 想出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 变成了执念 不过 如果能将这些美好的回忆 全部都留在舌尖上就不一样了 嗯 这种感觉 它就会形成一种本能 就像孩提时期 吃到娘亲做的第一口家常菜 许多年后回忆起来 依然很熟悉 就好像 那个人给我烤过的地瓜 时间纷纷扰扰再多 只要想到那个味道 我就会觉得又安心又幸福 哦 我倒是挺想见识见识 那个人呢 见不到的 啊 他远在天边 却是近在眼前 没有任何记忆的低居你啊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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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